好接下來我們看到我們這課的第二個文法 它主要在講是一個比較齊的概念 所以比較齊它這邊它給我們的句型是一個主詞 B動詞linking verb連綴動詞 形容詞加上er變成比較齊 或者是more加上形容詞變成比較齊 叮什麼東西 第二個是主詞動詞adverb加上er變成比較齊 或者是more副詞加上比較齊 then怎麼樣 所以這邊告訴我們形容詞跟副詞它都可以形成比較齊 在看這個句型之前我們先來看到下面幾個基本的概念 第一個概念 I am taller than you I run faster than you I am more famous than you 這位同學有看到三個句子 在這邊第一個句子 I am taller than you 好請問同學你這邊看到是一個tall加上什麼東西呢 加上一個er 所以我們看到是一個比較齊 形容詞加上er變成一個比較齊 那這邊比的是一個高度的問題 那比較齊呢是有幾個在比較呢 有兩個人或是兩個東西在比較 所以有I跟you在做比較 比的東西是一個形容詞叫做高度 好再第二個 I run faster than you 我跑的比你快 所以這邊是我跟你在比什麼 我跟你兩個人在比什麼 比的是fast動作 OK這個副詞快 雖然fast就可以加上er變成一個比較齊 好再第三個 I am more famous than you 所以我比你還要叫有名 所以這邊我跟你我們兩個人在比什麼 比的是famous 比的是名氣 所以這邊同學你看到是一個more OK 加上famous加上more形成比較齊 好那這邊呢我們可以稍微複習一下 你的形容詞如果形成比較齊呢 在國中呢我們就曾經學過了 形容詞變成比較齊 它有一個規則 跟不規則的概念 規則跟不規則 好 不規則形成比較齊的概念 那什麼東西叫規則呢 所有人形容 所有的規則就是形容詞呢 加上er OK或者是加上more 會形成一個規則的比較齊 所以舉個例子來說 剛所看到的句子 tall變成比較齊 變成taller happy 變成比較齊去外加ier happier 所以呢 當你的形容詞加上er ok 或者是ier 我們也是講說是er 就變成比較齊 或者是呢 你的形容詞是多音節者 例如像beautiful beautiful本身 本身是多音節 所以因此呢 當你要變成比較齊的時候呢 要加上more 形成比較齊 ok 那例如剛剛那個famous 它也是一個多音節 所以呢 當你變成一個比較齊的時候 也要加上一個more 變成比較齊 所以呢 我們可以講說 當你的形容詞變成比較齊的時候 就是這樣 er 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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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me Warning 很呃 所以形容詞呢 變成比較齊的時候長尾巴 跟長毛 那所謂的不規則變化呢 就是它不能加er的 例如good 當變成比較急的時候會變成 Better Yes 好 那Bad變成比較急 變成Worse 好 那例如Little 變成比較急會變成Less OK 那例如Fill 好 那Fill要本身加EA OK好 所以這邊有好有壞有小 OK 所以它屬於不規則的變化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注意的是比較起東西 剛剛所看到的 我比你高 我跑得比你快 我比你有年氣 OK 你比的東西一定要怎麼樣 比東西一定要一樣 OK 所以我跟你呢 在比 OK 在比的東西是一個高度 速度 或者是一個年氣 所以比的東西是一定要一樣的 好 再來呢就是 在比較比較 有比就有叫 所以這個你看到是 I'm told 我們看到第一個句 I'm told than you 下面同學看到 Ding Ding呢就是一個比 OK 就是一個比 所以呢有比 就有叫 OK 我們叫做有比 所以比你 還叫高 所以講說有比就有叫 比叫比叫 有比就有叫 下面概念是一樣喔 我跑得比你 比你 叫快 好 所以你只要看到 Ding 你就要想到前面呢 會出現一個比較 即 長尾巴或者是長毛的概念 所以下面這一句也是一樣啦 所以呢 I'm more famous than you 我比你還要更有名 叫有名 所以有比就有叫的概念 好 再來 先陳述再比較的概念就是 我比你高 所以呢你要先陳述就是 我本身是比較高的 I'm tolder 再跟你比 than you OK 我跑得比你快 所以先陳述 我跑的是比較快的 I run faster 再跟你比 than you 我比你有名 所以先陳述 我比較有名 I am more famous than you 再跟你比 好 那我們來練習一下下面有幾個 比較急的概念 還有幾個題目 trace run than bicycle 當大學看到Ding的時候 有比就有叫 所以前面必須找比較急 所以這題答案是 Faster or more fast Fast本身是一個規則 所以加一要就可以囉 好再來 You need to be careful more careful while crossing the road 當你過好路的時候 你要小心一點 在這邊的careful 它是多音節 所以用more careful 就可以囉 好 第三題 The wind on the mountain top is stronger more strong than it is on the ground 所以呢 在山頂上的風啊 會比在地面上的風還要 Stronger 沒有錯 所以strong 本身加一要就可以囉 好再來 Adding studies than any other student in his class 它比班上的其他同學 比班上其他同學還要認真讀書 study harder OK Number five The part is very closer much closer to my home than the department 所以這邊同學你看的是 有比就有叫 OK這邊看到是closer closer都是比較急 不過前面有出現very good much 這裡的答案是 much closer 好這邊有個東西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你要修飾比較急啊 修飾比較急 必須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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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詞 有哪些呢 分別哦 much much still far alot or a little 這幾個字呢 都可以用來修飾比較急 OK 所以請同學要特別注意一下 你不可以用的是very來修飾比較急 唯獨much even still far a lot a little 所以請同學要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用我們剛剛所講的內容 OK的概念來寫 OK我們的題目 a chicken sandwich cost 80 an apple pie cost 50 OK請用cheap這個字 所以呢 你的肌肉三明治是80元 蘋果派是50元 那哪個比較便宜呢 當然就是蘋果派囉 所以蘋果派呢 是比肌肉三明治還便宜 所以蘋果派是比較便宜的 先陳述再比較 所以你可以講說 an apple pie 是比較便宜的 is cheaper 跟什麼比 than a chicken sandwich 好 再來第二句 fifty thousand copies of jackie's album were sold fifty thousand copies of jackie's album were sold eighty thousand copies of annie's album were sold fifty thousand copies of annie's album were sold 上面是jacket他的專輯賣了五萬張 那andy的專輯他賣了八萬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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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給你形容詞叫popular 那哪一個賣的比較好 比較受歡迎呢 所以是Andy的專輯是比Jacky的專輯還要受歡迎 所以Jacky的專輯 Andy的專輯是比較受歡迎的 如果跟Jacky的專輯比起來 所以我們就先陳述再比較 所以呢 Andy的專輯比Jacky的專輯還要受到歡迎 所以我們講的說Andy's album were 注意要時代喔 were popular這個字呢 這長尾巴是長毛呢 more popular是比較受歡迎的喔 跟什麼比起來 name Jackie's album ok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第三句 Amy finished reading the magazines in 30 minutes Jenny finished reading the magazines in 25 minutes 所以Amy呢她讀完雜誌的時間是在30分鐘之內 那Jenny呢她讀完雜誌的時間是在25分鐘之內 那誰讀的比較快呢 所以但是Jimmy她讀的會比Amy的速度還要快喔 所以新陳述在比較 所以Jimmy讀的比較快 所以Jimmy讀的比較快 Jimmy read faster 她讀的比較快喔 跟誰比 Dane Amy 跟Amy變成比較快的喔 好 再來看到的是第四句 I woke up at 8 o'clock this morning My brother woke up at 7 o'clock this morning 所以呢 我早上呢8點起床 那我的哥哥呢是早上7點起床 那誰起床的比較早呢 我的哥哥呢 比我還要早起 OK 好 所以這個答案是新陳述在比較 我的哥哥起的比較早 My brother woke up earlier 去嗎加一啊 跟誰比 Dane I 好 因此我們可以回來看我們剛剛的 例句這邊 People were able to relax their muscles more quickly After they had to watch funny cartoons Then after they had to look at beautiful pictures of nature 所以人們呢會感到怎麼樣 會感到肌肉的放鬆喔 OK 好 所以是怎麼放鬆呢 跟什麼比 跟在他們看完自然美景的照片之後啊 他們看完好玩的好笑的卡通之後 會反而會更加的怎麼樣 讓他們的肌肉放鬆 所以肌肉放鬆的速度呢是看完好笑的卡通 OK 肌肉放鬆的速度會比看完漂亮的美景的速度 OK 那還要快 好 再來第二句 Generally people will respond that they feel more relaxed than they usually do 一般而言啊 人們呢 Respond that 他們反應啊 反應什麼呢 他們呢 會比 他們 以往 通常會這麼做的樣子 他們會做 做什麼 They feel more relaxed 會更加的放輕鬆 OK 所以呢 可能從事完一件事情之後呢 OK 這件事情呢 會比他們以前的樣子 還要更加的放輕鬆 好 這是我們今天的文法